往事月千年 回首不茫然 通史记事 用声音记录那些 一彩分成的历史片段 夏王绍康由于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流离生活 即位以前 先以友仁式而做木政 后又被逼逃到了友仁式做了袍政 在管理序幕和膳食的过程中 接触过贫民和奴隶 他了解了贫民和奴隶们的疾苦 而他之所以能够复利下国 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帮助和拥护 深知要保住祖业巩固统治地位 就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拥护 要是人民拥护夏王朝 就要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不能像祖父太康一样 不关心人民生产而盘游无度 所以他即位以后 便恢复了纪官来管理农业生产 相传 纪官是管理按时播种五谷的官 在与时是由周族的祖先后继担任 到了太康时才去计不悟 因为太康只知道打猎游玩 废计官农业生产便得不到良好管理 以治勿国 虽然自与平治水土以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再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但是每年到了雨季 河水上涨 近河两岸的农田仍然要受到河水之患 而自后裔代下之后 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不断 河道失智 因此水患又成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阻碍 而要使人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必须对黄河加以治理 绍康即位后便恢复了管理水利工程的水官 水政 任命商侯明为水政来治理河流 相传 明是商侯始祖契的五世孙 契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丰于商 四姓子氏 下朝建立以后 契的后代被封为诸侯 所以绍康便任命商侯明去治理黄河的水患 明自从做了水政以后 勤勤恳恳地从事治水 自绍康中期到他的儿子住即位后 先后约二十多年时间里 明是身先士族 率领黄河沿岸的人民将水患完全消除 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住即位以后的十三年里 明秦齐官而水死 也就是说 明在勤恳治水的过程当中被淹死在了水中 因为明是勤于职首而死 后人对他抱以隆重的祭祀 明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有名的治水英雄 绍康重建夏王朝以后 由于关心生产 治理水患 使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 王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 但对于东夷诸部落 方国的十福十畔 终是一大忧患 邵康即位初年 东夷中只有方夷来宾 所以与东夷的关系 仍处于敌对状态 邵康想对东夷进行征法 就在准备力量时 绍康却得病而死 相传绍康在位二十一年 死后由其子祝继位为夏王 祝继位以后继承绍康一致 阶级的准备征伐东夷 相传 祝为了战争的需要 发明了矛和甲 矛是进攻的武器 甲则是防御的衣服 此时的甲当然还不是铜甲 而是皮甲 用瘦皮制成的 如犀牛甲之类 因为东夷人擅射 有了皮甲就能防身 祝为了扩大夏王朝的统治范围 即位不久 就将王都由甄巡 迁到了黄河北岸的园 也就是现今河南纪园的西北部 当其完成征伐东夷的准备以后 为了战争需要 又迁到了老邱 也就是现今河南开封县的 陈流镇北部 然后才出兵征伐东夷 驻帅兵征伐东夷的过程中 得到沿途各地诸侯方国的支持 所以便比较顺利的征服了 分布在现今河南东部 山东和江苏北部一带的 宜人部落 而且一直打到了大海之兵 古代把现在的黄海称为东海 所以传说当中便有记载 争于东海及三寿 得一湖九尾 三寿有的记载为王寿 是东夷当中的一个部落 其确切的地点已经无从考证 只知道是靠近大海的地方 驻打到三寿 三寿臣服并且献上了一种名叫九尾湖的白湖 当时能够见到白湖则为祥瑞 所以九尾湖又叫瑞盛 传说只有天下太平时才会见到 驻征东夷时不但是东夷诸部落臣服 而且还得到了一只九尾湖 于是他便高高兴兴地搬师回朝了 过了不久他便死去了 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驻虽然很年轻 但是驻能帅于者也 故夏后世报也 在夏族后人看来 驻是能够继承大禹事业的一个冥王 不但能够巩固夏王朝的统治 而且还重新征服了东夷诸部落 所以死后便受到了后人隆重的祭祀 也受到了后世的尊重 因为驻征讨东夷的胜利 夏王朝的威望在各地诸侯方国当中又大大增高 一些原来叛利的又重新臣服于下 所谓九夷来遇指的便是这一现象 九夷就是分布在淮水和四水流域的九种夷人部落 他们分别是犬夷 鱼夷 方夷 黄夷 白夷 赤夷 玄夷 风夷 和阳夷 这些夷人部落自夏王朝建立以后 十伏十畔 经夏驻东征以后 他们又共同臣服于下 而且还到夏王都来进行方务 表示愿意听从夏王朝的调遣 到此时期 夏王朝与东方朱夷人的关系 才算是有了一个较大的改善 这也对东一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